好 你的 提示 我要说的是 不曾失去 其实我们这些旁听生 刚进来的时候 我们是八个人的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有一位叫小宝的同学 我跟他有很多的共鸣 因为我讲任何的事情 他都会理解 就在教师节的那一天 赵世然 你要离开 你别这样啊 我们快点吧 后来回到宿舍以后 发现他在桌子上 放了一封信 第一个名字就是写的我的名字 他说CC 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的 后来我就直奔了形体房 因为其实在形体房里 我们还是有过一点回忆的 就在那一晚上 我们是对对方 展开了心扉的 然后让我觉得 我跟小宝会更加进了一步 可是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认识对方 但是我觉得吧 他虽然是离开了我们这个环境 离开了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不曾失去他 我觉得他一直跟我们一起在成长 一起在学习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